老公 你这个月生活费是不是还没给我转呢 我上个月不是给过你了吗 这么快就花了 这家里什么不需要开销啊 平时买菜 家里的日用品 还有孩子的奶粉 你要不吃 行了 整天就知道管我要钱 那我的钱都是大风光来的嘛 再说 我娶你的时候给了那么多菜的 凭什么现在每个月还要过要生活费 这说不过去吧 行 我知道了 杨乐乐 我这手机怎么停机了 你这个月没过交话费吗 啊 手机还得充化费 这说不过去吧 当时买这个手机花了好几千呢 现在怎么每个月还得充化费 杨乐乐 你故意的吧 杨乐乐 家里怎么没水了 这个月的水费你没交吗 当时咱家买那个水楼头花了好几百呢 怎么买了还得交水费 这说不过去吧 杨乐乐我看就是成心的 我这我这媳妇的头怎么办呀 杨乐乐 这油卡里的钱怎么没了呀 哦 我拿去退了 买了好多新衣服呢 你看怎么样 好看吧 你脑子坏了吧 这是油卡不是购物卡 没有油车怎么开呀 啊 你花十几万买的车 现在竟然还要充油卡 杨乐乐 你有没有一点常识啊 手机不交话费怎么打得通 家里不交水费怎么可能有水 这油卡里没有钱车子怎么开 这些东西又不是别人家的 你不交费 难道还等着别人帮你交吗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这婚后一毛不拔的行为 不就跟买了手机不充化费 买了车不加油一样吗 以为给了彩礼就可以一劳有益 就可以想当然的让我给你做一辈子的免费保姆是吗 既然你觉得日常开销这些收费都合理 那又怎么会觉得每个月给老婆交生活费就不合理了呢 你 再说了 又不是别人家的老婆 你不拿钱 难道还等着别的男人帮你拿吗